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此这般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太平 不过很多时候理想的蓝图虽然很美 但现实的景象却未必会如人所愿 比如在四川省南充市迎山县 就有这么一家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可以说是反目成仇水火不容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画面上的这对小夫妻男的叫李江 女的叫张丽梅 两个人本来是带着女儿在广州打工的 可是谁想到2014年4月16号 才刚到这里第七天 李江的电话就无论如何都打不通了 那天我打了两个电话 她一直没回 我心里就很着急了 她一直打一直打 差不多打了四个电话 还是没有接 丈夫在干嘛呢 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张丽梅的心里头就有点生气 也十分着急 而就在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时候 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的那一刻 张丽梅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电话会给她带来的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消息 这个电话是从李江打工的工地打过来的 电话那头的人说 李江在工作的时候不幸从高楼上掉了下来 当场身亡 还听了这个消息呢 张丽梅一阵眩晕 眼前似乎一片漆黑 她立刻就赶到了工地 在这看到的景象却几乎要把她压垮了 我摸着她的时候 她已经冷了 就是那种那种感觉 就我电了 她也不敢相信我 我的眼睛 我觉得 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就塌 我觉得我怎么办 我真的那个时候 真的我想死的心 我真的我觉得我看不下去了 才几个小时不见 张丽梅竟然就去世了 这变故太突然也太沉重了 张丽梅根本就无法接受 而同样悲痛欲绝的 还有李江的父母 在听到儿子去世的消息之后 老两个猴几乎没背过气去 年仅24岁的李江就这么走了 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 他还和妻子女儿一起拍着全家福 短短两天的时间 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 留给李江仁的 那是挥之不去的悲伤 那么李江为什么会从工地上甩下来了呢 出事之后 广州当地的公安局和案件部门 介入了调查 确认李江的坠楼身亡责任 那是在于工程方 使工地的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的 而工程方也表示 他们愿意就此向李家仁做出不上 于是经过协商 李家仁和工程方达成了一份协议书 在这份协议书上 工程方承诺补偿给李家仁丧当费 死亡赔偿金 被抚养人抚养费等共计 110多元 虽然拿到了一笔钱 但逝去的亲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因此料理完李江的后事之后 张丽梅就辞去了工作 回到了老家四川南充 不过当时呢 他并没有回自己的娘家 而是带着孩子来到了公婆家里 我觉得我还是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嫁给他们李家 那几年相处的都非常好 我反正对他还是一家人的看待 没一点格外心 李江虽然去世了 但是他的妻子和父母 还能够亲如一家 相互扶持 这本来是个多么温情的故事 然而有的时候啊 变化却总比那感动来得更快 这边我们还是一家人的话音 似乎还在耳边 那边张丽梅和公婆之间的关系 却在悄然之中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没了李江当润滑剂的家里 张丽梅一些本来可以容忍的缺点 在李方青老两口的眼里 也开始变得无法原谅起来了 早上煮饭 一直是我做 破里的活他没去干过 一直就不想做事 成天就是玩手机 在很多年轻人的心里 他爱玩手机或许算不上什么大毛病 可是在李方青夫妻俩看来 儿媳这就是典型的不孝顺 他们家住在农村 要下地种田 要喂养家里的鸡 还要上山放羊 这些体力活全都压在两个老人的肩上 这让公婆俩是憋了一肚子的活 可如果只是这样吧 倒是也罢 然而让老两口对儿媳最为不满的 还是关于儿子的不幸去世 他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 都是儿媳张丽梅的错 原来虽然都是在外打工 但是李方青老两口呢 却特别希望儿子儿媳能够和自个儿在一起 他们呢 本来是在惠州开了个小餐馆 可是因为经营不善 欠了很多的债 很快就破产了 在这之后 虽然公婆希望儿子儿媳能够继续留在惠州找其他工作 可是张丽梅呢却坚决主张去广州闯闯开 她说 好好的多好 干嘛要跑这跑那的 干嘛要弄这弄那的 是个媳妇 我儿媳妇喊她去 什么都是要听她的 如果不听她的话 她就儿子离婚 她儿子过去 在七天 我儿子就出事 在李芳心看来 如果当初不是儿媳张丽梅缠着丈夫要去广州 李江就不可能发生这种意外 自个儿也就不会老来丧子 因此呢 她对儿媳多少还是有些怨恨的 那么对此张丽梅是什么反应呢 她觉得公婆这完全是鸡蛋里头挑骨头 没事找事 如果李江还活着呢 也许会及时的化解妻子和公婆之间的矛盾 然而遗憾的是 李江已经去世了 连接张丽梅和公婆的纽带 断裂了 从此之后 虽然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乌鸦下 但是儿媳和公婆之间 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 他们从冷战变成了争吵 儿子一个多月之后的某一天 这种争吵终于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那天呢 张丽梅独自回了一趟娘家 可是当她回来的时候 却听到了一段 让她这个肺都快气炸了的话 我丈夫还有个妹妹 他姑姑跟我说的 她说 你小姚醒呢 问妈妈在哪里 她说 爸爸直接说的 你妈妈跑了 不要你了 我觉得我还住在这个家里呢 你就这样跟小孩子 关注这样的思想 那我怎么看法是不是 那你根本没把我当一家人嘛 那我肯定 那我肯定 我待不下去了 也许是因为已经根深蒂固的猜忌和隔阂 公公或许是无心的一句话 在张丽梅的心里头 却产生了无限放大的效果 并且彻底点燃了她的愤怒 之后 张丽梅带着女儿摇摇 离开了公婆的家里 投奔了在县城做生意的小姨 她回来就等我门上哭了几天 吃也没吃 眼神都掉 你真的一年你不管她 只有条河死了 在小姨的帮助下 张丽梅呢 暂时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 和婆家相比嘛 这里的条件并不好 可是张丽梅没有工作 她只能给瑶瑶提供这样的生活 张丽梅 你干什么 你吃饭吃 看着女儿没来父亲 还要跟着自个儿艰难的生活 张丽梅的心里她很不是滋味 因此呢 她就想起了那一百一十多万的赔偿款 在张丽梅看来 既然已经和公公婆婆闹僵了 她理所应当把那属于孩子和自个儿的那份钱 给要回来 但是当她向公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公公的态度却让她完全没有想到 我就提了这个事情 我就跟我爸讲 她说什么 一家人分什么存不存的 不都是一家人吗 我一听肯定就不对了 张丽梅说一开始呢 她提到分钱 公公先是吞吞吐吐 故左右而言她 到了后来呢 随着张丽梅隔三差五的跑去要钱 公公李方青呢 干脆就摊了牌了 表示钱不可能再分给张丽梅了 因为这一百一十万已经根本就没剩下多少了 哎什么 这公公是在撒谎吧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挣纳一笔钱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 面对满脸惊诧的张丽梅 李方青呢 是这么解释了 我跟你说这个 一百一十万在惠州 就把二十六万的账还了 李方青说 拿到钱之后 她就先把家里欠写的债务给还了 除去在惠州开餐馆的时候 欠下的二十六万 当初为他们小两口筹办婚事 从外面借的还有五万块 再加上李江的丧当费八万五 还有一些杂气巴巴的开支 一百一十万的赔偿金 就只剩下七十万了 虽然只剩了七十万 但是对于家住农村的他们来说 这也并不是个小数目 可是李方青为什么说没钱了 不能再给张丽梅呢 那他说他想独吞 一说起这个 李方青却连连摆手 说其实您有所不知 这一百一十万里头 除去债务之外 还有另外一笔开销呢 那这笔开销是什么呢 当听了公公的回答之后 张丽梅简直没气运过去 他怎么都没想到 不肯给他一分钱的公公 竟然给了外人几十万 这又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们说的 在和公婆闹僵之后 张丽梅带着女儿离开了婆家 并且提出要分割 那笔一百一十万的赔偿款 可是对于儿媳妇的这个要求呢 公公李方青却表示 除了还债之外 已经没剩几个桥了 不能分给儿媳了 可是这就让人不明白了 钱面算得清清楚楚 明明还剩了七十万 公公为什么说钱没了呢 原来当初李江出事之后 工程方呢 本来只愿意给李家人 六十万赔偿金 为了多增加一些收入 李方青和外甥曹富贵 签订了一份授权委托书 委托书上写道 授委托人 也就是曹富贵 在谈判经济赔偿的过程中 不能低于六十万元人民币 如果最终的谈判结果 能够高于六十万 那么除去六十万之外 多出来的那一部分 李方青和曹富贵 将一人拿一半 那么谈判的结果呢 工程方赔了一百一十万 多出来的五十万 按照这份委托书 曹富贵应该分得二十五万人民币 这样算下来 除去债务 李将的丧葬费 以及曹富贵的报酬 一百一十万的赔偿金 只剩下四十五万了 而正是因为只剩下四十五万 李方青这才攥紧了钱袋子 不愿意再分给张立梅了 在他看来 毕竟他尚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同时还有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哥哥 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靠他们照顾 很需要钱 不仅如此 就算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李方青也打信眼里认为 张立梅根本就没有资格 要求分这笔钱 真是有两个智力的人 他就不可能去搞那些 我儿生下来一次不成长 养到二十多岁 我们费了多少的薪水 养大了 他的几年才几年时间 能得让我们一样的钱 而一听到公共的这番言论 张立梅简直是怒火中烧 张立梅觉得公共明摆着 这是欺人太甚 不仅如此 对于给曹富贵二十五万的说法 张立梅也认为 事情非常的蹊跷 说不定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你看 在这份授权委托书上 委托人一下 只有公共一个人的签名和手印 在张立梅看来 如果这件事不是公共和曹富贵 串通好了的话 那为什么要这么煞费苦心的 瞒着他呢 这个事情都没通过我 我也不清楚 可是对于儿媳的怀疑 李方兴却觉得特别冤枉 他信誓旦旦的说 当初自个儿绝对是有和儿媳商量过的 而至于为什么委托书上只有自个儿的签名 李方兴是这么解释的 我是一家之主 那个时间都在欧气 都在伤心 儿媳在伤心 所以才由自己这个一家之主全权带领了 李方兴的态度似乎是理直气壮 然而对于这种说辞呢 不光张立梅 就连其他人都觉得实在是太过牵强了 这边亲戚刚刚发生不幸 丢下一群老弱妇孺 那边你来帮个忙 张口就要几十万 这哪是帮忙啊 分明就是成活打结 可偏偏还有人一个愿打 一个愿 这也难怪别人会不相信 那么这笔钱究竟有没有到陶富贵的手里呢 反正我就当初就给我许下来的承诺 多出我们两个一个人把分 就是对面分这钱这事 然后他那媳妇知道这事吗 那我不认为 反正我就当初给我承诺了 后来他们把这个二十五万块钱给你了吗 曹富贵表示二十五万的委托费 这个确有其事 而且当初收了钱之后 他还给李嘉写了一张收据 事与之此呢 张立梅终于认识到 自己当初没有把钱分清楚 这是个多么错误的决定 如今公公不敢给钱 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看着身边无忧无虑的女儿 张立梅是忧心忡忡的 但是他爸爸在世的时候也说过 要好培养 培养下舞蹈啊 这样子女孩子学的要抬拳 都要防身之类的 都规划的很好的 那我至少要尽我的努力 最大努力培养下他吧 而此时心里不痛快的 还不止张立梅一个人 自打搬出来之后 张立梅就再也没有带姚 要回过婆家 如今他们娘俩的这个床 早就已经被用那个塑料布 蒙起来了 婆婆说 她一直盼着有一天 儿媳能够把孙女带回来 让他们见一见 走了最后我把我蒙起来了 我心想怕夫拉不回城 我就说她回来 住我就解开 最后一次就没回来 看都不跟我看 我说哪有这样的媳妇 这么狠心对我 看得出来这笔钱就像一把双刃剑 伤害的其实是双方的感情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该怎么解决呢 李方青这就说了 他表示 只要张立梅肯放弃姚姚的监护权 他立刻就把剩下的45万 存到姚姚的名下 李方青老两口认为 张立梅这人不靠谱 因此他们不能就这么把钱交出去 再说了万一儿媳妇再婚了 孙女跟着儿媳肯定会受委屈 因此他们也不能够把孙女交给儿媳代 可以想象 这个办法一提出来 这就遭到了张立梅的强烈反对 在他看来 公婆这就是想让自己净身出户 钱就先不说了 女儿的监护权 她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 将持了大半年 双方都不肯让步 最后张立梅就把公婆婆给告了 而这件事情一传出去 不仅公婆觉得脸上无光 就连村里人都是议论纷纷 而法院在受理了这起案子之后呢 也想尽力弥合双方之间的裂痕 因此说他们组织了多次调节 这就是其中的一策 我们今后到后半位置 男后就生活 然后两个去几遍一样 我在床上 那个时候心的都没有 心的我老人身上想的话 我就是干净的 你如果时中时中要来个李红阳的话 有余心难争难过来说 你们有余心活人的 你们两个人有个八个活人的 你人心分开我共产不过了吗 这种你位置不加 李红阳不坚定 当时你如果是嫁人 成为嫁怎么说 他实际上说不嫁人了 暂时我们作为我们的营养 张伯来说我也不怕丢脸 他的二十四岁那么小就失去了 哭得那么痛苦 他结婚相亲了 他不可能不嫁人 凭啥子不嫁人了 对啊 为啥 对啊 为啥 对啊 凭啥子不嫁人了 不嫁人了 不嫁人了 暂时差自己 你凭啥子 你有啥子权 你还来看那些保证呢 那肯定你 你还真的给我儿子嘛 真的给我儿子 爸爸我来说 真玩儿子 他是我的乳 他全地盖他的 你少点说话 今天我去发现 我再不再我来 你再不再我先 你再不再你要一样的话 我现在真的说话 咱随便要一样 给别人拉屎 我拉屎 我来个命在哪儿 你说什么都是你所得三个 你个亲身的钱 都不要担任 不是啥子人 每次调节一样 现场呢 依旧是火腰味十足 眼看着又要徒劳无功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待在隔壁的瑶瑶 却走了进来 他一进门 就扑进了爷爷的怀里 而两位刚刚还满腔怒火的老人 这语气立马也变得温柔起来了 妈妈说 你把我带走 带走 我们着不关 妈妈把我见不到了 我一人 他们就会残忧 我会 那你走 一人 不要上闲 一人 平安节依然没有成功 在离开法院的时候 李方青和妻子把孙女抱了又抱 气不成声 不愿意松手啊 回到家之后 老两口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头播放的 正是儿子结婚时的录像 看着录像上喜气洋洋的这个画面 老两口是生痛苦 直到现在 他们还珍藏了一张全家福呢 在那张全家福上 儿子李江一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 一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也许就能像这两只手一样 化解这一切的矛盾 可是走了 如今流血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和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而因为屡次调解都没有奏效 法院最终判决 李江的110万赔偿金 除去各种债务和开支之外 剩下的70万应该由公共婆婆 儿媳孙女平均分割 每人分得17万多 另外关于李方青支付给曹福贵的25万委托费 因为当初李方青在和曹福贵签订 这个委托书的时候 并没有征得张丽梅的同意 所以没有约束力 法院不予认可 一场持续了大半年的赔偿金分割风波 就这么告终了 而有了法律的保护 张丽梅总算暂时安下了心 其实无论是张丽梅 还是李方青夫妻 他们争夺的焦点 与其说是钱和孩子 还不是说是一份失去了亲人之后的慰藉和依靠 常言道雪浓于水 我们希望双方对孩子共同的爱 能够修复这份伤痕累累的心情 让他们彼此之间保存一份握手言和的可能 毕竟对于过早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来说 这样才是对他最好的广案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